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4741-4760章 丹武双绝 第4741章 值得吗? 值得吗?花费一颗神兽及金屑石 花费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真的值得吗? 秦明喃喃问道 不值得 陈璐梦道 在我看来 这根本不值得 但是在陈家人看来 陈家的传承血脉 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想要陈家的血脉更加强大 希望能够重新回到陈家的巅峰时期 这一颗神兽及金屑石 确实非常珍贵 但是陈家的血脉 明显要比一颗金屑石要珍贵得多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迫切想要孕育出强大的神兽及血脉 甚至还想血脉更进一步 陈家人对外人狠 对自己人更狠 你为什么帮陈家? 秦明问道 陈璐梦摇头苦笑我是陈家嫡系 虽然血脉中没有多少陈家血脉 甚至都无法影响到我都舞蹈 但我能够成长到今天 都是因为陈家的帮助 天选道虽然强大 但修炼天选道需要的资源 比起其他道需要的资源 要多得多 早在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答应过陈家人了 言而有信 我必然会做到 言而有信 这确实是陈璐梦的性格 陈璐梦只是一个旁系舞者 而且看血脉浓度 估计比一旁的旁系还要不受重视 甚至直接当成外人了 陈璐梦没有任何依靠 想要走到今天 根本不可能 大多数天才 在没有资源支撑的情况下 舞蹈天赋会被浪费 慢慢地变成普通舞者 陈璐梦不想要变 成普通舞者 或许就只能求助于陈家了 等我舞蹈境界达到神兽境之后 神兽及精血 才会彻底孕育成功 炼制着神兽及精血 可以保证陈家会一如既往 全心全意地培养我 陈璐梦眼中闪着寒气 闻言 秦明点点头 看来陈璐梦心中已经有打算了 陈璐梦可不是表面上的这么简单 他心中的想法很多 非常有主张 也确实只有等到他舞蹈境界达到神兽境界 神兽及精血 才有可能炼制成功 家族血脉丢失 想要重新辉煌 哪里是这么简单 要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多 因为血脉而没落的传承家族 风家也是传承家族 肯定也是因为遇到了血脉危机 所以才会慢慢没落 甚至连族人都没有办法庇护 风家的先祖去了天龙世界 组建了一个新的风家 育育血脉 对你突破到神兽境应该有影响吧 秦明道 在突破五道境界时 舞者应该要全心全意 要让自己的状态到最佳 陈璐梦一边育育精血 一边突破到神兽境界 突破的成功率会降低很多 别忘了 我是天选者 对其他舞者而言 突破到神兽境还敢育育精血 那就是在找死 对我而言 虽然也有些麻烦 但我注定能够突破成功 听到秦明关心自己 陈璐梦笑了笑说道 秦明这才想起来 陈璐梦领悟的是天选道 而天选道突破到神兽境 必然能够成功 或许这也是 陈家执行血脉计划 最自信的地方 本章完 丹舞双绝 第4742章 有恩碧环 要孕育神兽即进血池 必须要和这神兽即精血有关系 若是毫无关系 神兽即精血 与舞者身体会有排斥反应 神兽即精血的排斥 舞者自身难保 更不谈孕育精血了 其次是在舞蹈突破到神兽境界时 孕育的精血 一定会对舞者产生影响 而普通舞者 想要一边孕育精血 一边突破舞蹈境界 可谓是天方夜谭 而陈璐梦却是可以 他领悟的是天选道 而天选道在突破神兽境时 是必然能够成功的 秦明突然觉得 天选道真是强大 普通舞者一辈子的追求 甚至都不敢做追求的舞蹈境界 领悟天选道的舞者 却是必然能够成功 不管怎样 陈家有恩于我 那么我就必须要还 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陈家 陈璐梦语气平淡地说道 你突破到神兽境之后 以你的实力 应该能够改变陈家 秦明笑着说道 舞者以实力为尊 陈璐梦若是突破舞蹈境界 达到神兽境界 舞蹈为尊 陈家大部分 估计都得听从他的 只是陈璐梦身上 没有陈家血脉 内心深处 陈家人肯定排斥他 或许吧 陈璐梦淡淡道 关于陈家的事情 陈璐梦明显不想再谈 秦明拿起那颗神兽 神兽境界时 秦明 你使用吧 见到秦明镇定下来 陈璐梦说道 嗯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了 秦明点了点头 从怀里拿出那颗 特制的神兽境界 不知怎变 他看着东西非常不顺眼 在心里 在心里也是非常厌恶陈家 陈家想要重新找到 神兽境血脉 这一点他能理解 甚至牺牲自己族人 他也是觉得 只是形势所迫 但是牺牲其他舞者 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秦明对陈家非常不耻 陈家对陈璐梦有恩 对他可没有 若是之前 秦明倒是觉得 陈家有恩于他 毕竟若不是陈家准许 他也无法来到这里 只是在知道陈家的计划之后 秦明心中猜测 或许陈家 想要以他的血脉 来孕育神兽级精血 若是他不知道心魔 那么他现在的心境 肯定也仅仅只是 圣兽境出气 陈璐梦之前问他 心境达到了何种地步 并且在两个月之前 阻止他使用特制的 神兽级精血 很明显是想要让他 先提升心境 当他心境达到 圣兽境后期之后 陈璐梦觉得没有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 圣兽境后期的心境 已经能够抵御 神兽境精血 引发的心魔了 陈家所有事情都隐瞒着 很明显是让他 在不知不觉中 被心魔入侵 到时候所有的精血 都会被郁郁的 神兽及精血吸收 成为陈家的垫脚石 陈家如此邪恶用心 秦明自然对陈家 很是厌恶 要不是云城联盟 实力太差 他也只有真龙境巅峰 远远不是陈家的对手 如此陷害他 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实力差了 哪怕心中不舒服 也只能忍着 而且还需要提心吊胆 生怕陈家陷害自己 强大的陈家想要对付他 有的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743章 陈家的所作所为 本来秦明认为 以他现在在齐南城的名声 陈家不敢对自己怎样 最关键的是 他和陈家没有利益纠纷 陈家没有理由对付他 现在才明白 只是天赋强 武道实力不强 整个身体都可能是别人的猎物 至尊世界的险恶 秦明再一次体会到 也是对实力为尊 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弱肉强食 陈家 能够拿出一颗神兽级精械石 就买了这里所有天骄的性命 虽然秦明承认 神兽级精械石 确实非常珍贵 几乎意味着一位舞者 突破到神兽境的机会 但是和自己的性命比起来 哪怕是一万颗神兽级精械石 都远远不值得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秦明紧紧地捏着拳头 手里握着那颗特制的神兽级精械石 他知道 哪怕是把这颗特制的神兽级精械石丢了 也不可能阻止陈家 呼 秦明深吸了一口气 精神力探入神兽级精械中 顿时感觉到 里面有一股邪恶的精神力 再诱导着他 如同在说来啊 来啊 和我融为一体 就能得到强大的力量 和他融为一体 以你胜受进后期的心境 可以抵挡心魔 陈璐梦在一旁提醒道 秦明摇了摇头 这不是我想要的 他有一种感觉 和这股精神力融为一体 他能够得到一门神兽及道元祭 自己也能安然无恙 但他不想精神力半点和这股力量接触 连半分都不想 因为他断开了 与特制神兽及精血里面的精 神力连接 顿时恢复了清明 一股特殊的力量 从里面散发出来 顿时整个秘境开始激荡 呼呼呼 突然天空中刮起了大风 远处无数的凶兽在嚎叫 他们的声音充满了疯狂 秘境之中 一些舞者正在专心地 修炼着道元祭 突然发现异常 看到远处凶兽 如同发了风一般地 对着自己冲来 顿时明白 这秘境肯定是出了什么变故 如此多凶兽对着自己冲来 如何能够抵挡 在这里的都是天骄 实力很强 甚至一人可以对付普通舞者十人以上 但这里竟非 而且凶兽无穷无尽 舞者在强大 杀死一头凶兽 两头凶兽 但不可能面对二十头 三十头 哪怕排着队让他们杀 也没有这么多体力 看到大量凶兽朝着自己冲来 虽然不知道秘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有些可惜 时间还没有到 就要出去了 但这些和自己性命比起来 都是不值一提 他们从空间戒指中拿出那张 中年裁判在进秘境之前 给予他们的应付 毫不犹豫地撕碎 撕碎之后 一股力量在他们身上缠绕 就在这么以为自己会被传送出去的时候 这股力量却是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舞者们大多都是愣了一下 还没有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看着已经冲来的凶兽 他们只能一边战斗 一边思考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还在秘境中 有舞者痛苦地吼叫 与其有些气急败坏 本章完 丹舞双绝第4744章 凶兽暴动 刚刚的战斗 凶兽悍不畏死 再加上他以为自己会被传送出去 也因此对凶兽没有太在意 一个不小心 在错愣之时 被凶兽攻击到 受了一点轻伤 虽然是轻伤 但非常疼 这都是陈家的错 他要向陈家讨一个说法 不是说 撕碎硬符 就能从秘境中出去的吗 为什么他还留在这里 所有撕碎硬符的舞者 心中都非常奇怪 为什么硬符失去了作用 有很多身后有势力的天骄 他们早就得到了 关于陈家祖辞的情报 知道这张硬符是 绝对不可能失灵的 若是他们在秘境中 自不量力往秘境中心去 被凶兽围杀而死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但撕碎了硬符 没有被传送出去 那就是陈家的责任了 他们若是死了 身后的势力 肯定会为他们讨一个说法 不明白为什么 也来不及思考 无数的凶兽已经冲过来了 他们一边战斗 一边躲避 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就在他们战斗的时候 却感觉心烦意乱 所有人都明白 这是要出现心魔的前兆 可他们明明没有急速的修炼 又怎么会出现心魔呢 一般的天骄 他们是没有资格使用心魔 来锻炼心境的 而且使用心魔锻炼心境 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其中 从此对心魔产生恐惧 这样不但心境不会进步 反而会后退 有的舞者知道 心魔能够锻炼心境 但不敢轻易去尝试 有的舞者只知道 在秘境中长时间修炼 会出现心魔 必须要修炼一段时间 然后歇息一段时间 但不管是哪种 对心魔都是打心底里 感到害怕 用心魔锻炼心境 还不如杀凶兽锻炼心境来的安全 心境对于大部分天骄而言 都不是阻碍他们前进的绊脚石 在战斗中 被心魔影响会怎样 舞者们脸色大变 一旦他们被心魔影响 自身陷入幻境中 外面的身体不会动弹 瞬间就会被凶狠的元兽撕裂 他们可没有秦明的极致防御 只是肉体繁胎 又怎么挡得住力爪呢 虽然极力的抵抗 但纷纷地陷入了心魔中 顿时一声声惨叫 在秘境中回荡 有些舞者甚至连惨叫 都来不及发出 舞者死亡 他们身上的鲜血 在一股神秘力量的牵引下 飘荡在了天空 舞者们死亡的速度很快 仅仅只是片刻 就只有最强大的少部分舞者 还活着 他们中有些人 已经听到远处的惨叫声 明白已经有同伴死在了凶兽爪下 顿时脸色大变 其中一直躲着修炼的冉思博 也是遭遇了大量凶兽 他看着无边无际的凶兽 朝着自己袭来 隐约之间 空气中有惨叫声传来 冉思博脸色发苦 早知道如此 我就不离开陈露梦和秦明了 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哪怕再多凶兽 可能也对他们没有影响吧 冉思博知道 虽然同样是妖孽及武道天才 但他的实力和他们两人的实力 差了一个档次 只是差了一个档次 实力却是天差地别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745章 为什么还在这里 若是所料不差 不管是秦明 还是陈露梦 他们现在的武道实力 已经达到了圣兽境中期 还没有突破武道实力 就达到了圣兽境中期 他们若是突破到圣兽境界 岂不是一突破 武道实力 就能比肩圣兽境后期 如此强大的实力 这些只有真龙境的凶兽 又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 已经修炼两个月了 足够了 现在离开吧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冉思博不慌不忙地 拿出空间戒指中的印符 他的刀道 已经达到了极限 现在是考虑 该突破到圣兽境界了 他早已经准备好了 圣兽级精血石 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刀道 提高自己的武道天赋 所以一直压制着没有突破 在秘境中 他已经把刀道彻底稳固 只需要回去使用 圣兽级精血石突破就行 可谓是万事俱备 马上就能突破到圣兽境界了 哪个真龙镜舞者不期待 突破到圣兽境 只是为了将来 他一直压抑着突破的欲望 现在真龙镜的潜力 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 已经尽无可禁 是时候突破了 一想到自己出去秘境之后 用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圣兽境强者 阮思博心突然变得火热起来 阮思博毫不犹豫地 撕碎了手中的印符 等待着自己被传送出去 可印符上的力量在他身上缠绕了一下 很快就消散了 这 阮思博微微一愣 以陈家的识 力 而且是传承秘境如此重要的事情 不可能制作的 是劣质印符 每一道印符 肯定是经过多番检查才对 怎么会失效 这次陈家麻烦大了 不知道秘境内出了什么情况 但看着外面的景象 应该是整个秘境都出事了 若是整个秘境出事 以那些天骄的实力 绝对抵挡不了如此多凶兽袭击 肯定一些 武者会死 他们身后的势力 一定会找陈家的麻烦 阮思博心中为陈家莫安 天骄在至尊世界的地位很高 甚至超过了圣兽境强者 而有资格进入这里的 必然是天骄中的强者 地位就更高了 若是这些天骄死亡 不但是这些天骄身后的势力会追究 也会引起很多的武者关注 甚至是连至尊家族都会惊动 如此大的事情 陈家必须得脱一层皮 才有可能从这件事情脱离出去 阮思博有些幸灾乐祸 乌敖凶兽越居越多 已经渐渐地把阮思博包围 他们眼神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疯狂地看着阮思博 阮思博已经可以闻到他们嘴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 普通武者想要逃出去 根本不可能 哪怕是以前武道天赋 没有突破到妖孽级的他 面对如此多的凶兽 也会感觉到非常棘手 不消片刻 就会被这些凶兽淹没 现在他的武道天赋 提高了 嗯 虽然还不是这些凶兽的对手 但他只是 脸色凝重 并没有陷入绝望 呼 那就大战一场吧 以我现在的刀到修为 你们未必是我的对手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746章 清醒的变身 他虽然只是堪堪跨入妖孽级 但武道实力已经达到了圣兽境初期 再加上变身 短时间自保没有问题 既然如此 他完全可以从这里去秦明来 秦明和陈璐梦能够抵挡凶兽的攻击 他只要跟在他们身边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陈璐梦不敢保证会不会救他 但是以秦明的性格 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阮丝伯没有任何犹豫 见到大量凶兽冲过来 第一时间选择变身 变身之后的实力果然非常之强 感觉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自从和秦明一战之后 我变身已经能够保持清醒了 阮丝伯感觉脑海有些烦躁 但并不是特别碍事 感觉很是满意 以前他变身 神智会丢失大半 神智丢失 他武道实力会更强 但那只是相对于普通舞者 面对他疯狂的气势 会被吓着 和他战斗 首先就在气势上输了 而面对真正的天才 虽然疯狂让他实力有少许提升 但远远弥补不了 神智模糊带来的劣势 真正的天才会抓住时机 哪怕再强大的力量 神智不清 也会被他们瞬间利用 从而一击致命 对他而言 变身之后 神智不清 远远是必打于力 他也想要控制 可变身之后 根本就由不得他控制 为此他一直都很苦恼 自从和秦明一战之后 他才明白 该如何在变身之后控制自己 虽然不可能完全控制 那暴躁的情绪 需要他花费精力去压制 但已经比以前 好太多太多了 最少他现在不会因为变身之后 神智不清 性格暴虐 而和这些凶兽站在一起 而是知道 应该去找秦明 冉思博一脚接着一脚 踏在这些凶兽身上 不管底下的凶兽 如何跳起来 想要撕咬他 他也是毫不畏惧 并稳稳地踩在他们身上 变身之后 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圣兽境巅峰 而圣兽境强者巅峰强者 很难被真龙境武者 围杀致死 冉思博踩着凶兽 一路朝着秘境中心而去 幸好他离秘境中心很近 以他现在的速度 相信两刻钟就能见到秦明了 而他的变身 远远不止能够坚持两刻钟 秘境中心的凶兽 数量不但多 而且实力普遍 要比外围的凶兽要强 看着底下的凶兽 冉思博心中有些庆幸 幸好他知道秦明的位置 时不时的还过去找他 每次看到秦明在修炼的时候 他都不会去打搅 他是一位普通舞者 身后没有任何势力 能够混到今天的成就 成为了妖孽及武道天才 非常不容易 他不想加入其他势力 加入任何势力 有所得的同时 也会有所失 他长时间把自己的武道境界 卡在真龙境巅峰 一心想要让自己武道天赋 突破到妖孽级 若是他加入了某个强大的势力 肯定要顶着巨大压力 毕竟他武道境界卡着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武道天赋 能够突破 甚至有可能永远也突破不了 而背后的势力 却一直要用资源养着他 本章完 丹武双绝第4747章 冉思伯的打算 每一个势力都非常精明 不会做赔本生意 一旦发现 他长时间武道天赋 没有突破 甚至看不到希望 就会催促 给予巨大压力 而背后没有势力 虽然获取修炼 资源有些麻烦 但无拘无束 就算是以后 突破到圣兽境 也不需要受到拘束 他之所以 对秦明如此殷勤 一直跟在秦明身边 自然有他的目的 秦明的实力很强 非常的强 观众看秦明的战斗 不可能知道 秦明在擂台上 到底多么有压迫感 只有真正和秦明对战 才明白 他有多强 陈璐梦 是因为天选道的原因 所以必然能够突破到神兽境界 但冉思伯认为 哪怕秦明领悟的 不是天选道 他也必然能够突破到神兽境界 若是连秦明都不能突破 那这整个至尊世界 又有几人有资格 突破到神兽境界 而他冉思伯 武道天赋 只是堪堪达到妖孽级而已 一旦武道境界 突破到圣兽境界 几乎可以肯定 他的武道天赋 会降低 但就算降低 也是天交 而且在天交中属于强者 靠自己的能力 想要重新成为妖孽级武道天才 肯定非常困难 冉思伯虽然自信 但也有自知之明 想要让武道天赋 达到妖孽级 需要他非常努力 而且光努力没有用处 还需要大量的资源 若是每一次修炼 都能服用杂志 极少的强化丹药 而且能够使用 各种天才地宝 他的武道天赋 一定能够 重新回到妖孽级 而光靠他自己 根本不可能 B2 只是真龙境 已经让他精疲力尽 难以为继了 若不是得到了一些机遇 他肯定坚持不下来 而在圣兽境界 想要重新让武道天赋 回到妖孽级 除非加入势力 或者得到机缘 绝无第二种可能 光靠努力就能成就自己 那么无数努力的武者 早就成妖孽级武道天才了 而事实是 无数武者努力一辈子 却也只是平平无奇 这还只是成为妖孽级武道天才 还需要一颗神兽级精械石 而且在武道境界 突破神兽境界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 这些困难 根本就不是一个身后 没有任何支持的单个舞者 能够跨过的 太多太多的势力 倾家荡产 只是为了支持自己家 一个后背突破 阮丝伯在武道上 和秦明一战 他发现 秦明非常不简单 战斗之后 他了解到了秦明的全部情报 突然间 发现了一个机遇 若是能够跟着秦明 得到他的信任 或许他未来的路 有了保障 也因此一进秘境 他就和秦明走在一起 目的就是想要 和秦明搞好关系 之前在擂台上 已经和秦明接触过了 一回生二回熟 两人的关系 稍微好了一些 只是陈璐梦 也和秦明走在一起 而陈璐梦 实在是太过杀伐果断 似乎有些厌恶他 或者说 在陈璐梦心里 从来就没有瞧得起过他 见到陈璐梦 要对自己动手 他只能先行离开 现在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危险 他第一反应 就是找秦明 本章完 丹五双绝 第4748章 是心魔 这也是他跟着秦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秦明的能力 足够为他遮风挡雨 若是云城联盟 真的有情报中的那么好 加入云城联盟 想来也不错 阮斯伯心中盘算着 是否要加入云城联盟 只有加入云城联盟 和秦明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虽然云城联盟 似乎现在不再收人 但阮斯伯相信 以他和秦明的关系 再加上他的武道天赋 秦明应该会给他开个后门 而且 就算不开后门 以秦明的能力 云城联盟肯定还会扩大 到时候 肯定要招揽舞者 等到他武道境界 突破到圣兽镜之后 一位圣兽镜添骄 再加上 他身世清白 没有加入过任何势力 几乎可以肯定 能够加入云城联盟 阮斯伯幻想着 脚上踩着凶兽 往秘境中心而去 就在这时 他感觉到烦躁不已 这 是 心魔 阮斯伯感觉极其敏锐 瞬间就发现自己 似乎受到了 秘境那强大力量的影响 心魔 若是平时 他根本不害怕心魔 但是现在 他在凶兽头上踩着前进 若是神智全在 他能够保证自己安然无恙 一旦陷入心魔中 身体不动 脑海中和心魔战斗 他有自信战胜心魔 但是身体不动的这一瞬间 几乎必然会被眼前的这些凶兽撕碎 怎么办 阮斯伯一瞬间有些慌张 他目光扫过周围 却没有发现一处可以隐藏的地方 只看到到处都是凶兽 而且在远处的凶兽 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异常 正急速地朝着自己赶来 难道是因为我变身之后 无法压制血脉力量 再加上环境影响 所以才会产生心魔 正在阮斯伯以为是自己原因时 他目光突然间看到了一位舞者 来秘境中的所有舞者 哪怕实力再差 也最少达到了天骄 而这里接近秘境中心 周围的凶兽实力很强 带来这里的 必然是他们中属于中上以上的存在 阮斯伯心中一动 对方是强者 现在秘境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是抱团取暖的时候 若是能和对方会合 哪怕不变身 或许也能到秘境中心 就在阮斯伯打算动身和那位舞者会合的时候 突然发现 那位舞者神情有些不太正常 双眼通红布满了血丝 而且面容极其着急 额头上青筋密布 很明显是在努力着控制着什么 有什么东西进入他体内了吗 阮斯伯微微思索 突然就瞪大了眼睛 不 是心魔 并不是什么东西进入他体内了 而是他受到了心魔的影响 他现在正在和凶兽搏斗 一旦心神全部被心魔战斗 后果不堪设想 想要打败心魔 舞者需要一定时间 心魔很强 舞者需要全心全意的对付 因此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身体 可现在正在和凶兽搏斗 哪怕心神 没有完全和心魔搏斗 他也是显向还生 一旦心神完全和心魔战斗 那岂不是瞬间就会被凶兽淹没 本章完 丹舞双绝 第4749章 不能死 并不是 我变身的原因 所以引起了心魔 而是因为秘境出了问题 冉思博很聪明 看到那舞者的状态 瞬间便是明白过来 并不是自己变身 才会引起心魔 而是所有舞者 都会被心魔影响 可能这些凶兽之所以会暴动 便是因为这些心魔了 冉思博眯着眼睛 看向那闪烁着 嗜血光芒的凶兽眼睛 坚定地朝着秦明的方向而去 那舞者马上就会死 他的神智已经快被心魔彻底吞没了 果然 没等他踏出两步 那位舞者便是惨叫一声 被凶兽彻底淹没 冉思博浑身一个哆嗦 以更快的速度朝着秘境中心奔行 他努力地压制着心魔 好在他心境不错 达到了圣兽境中期 虽然秘境出现变故 心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 但他还是能够稍稍控制的 他以最快的速度往秘境中心跑 一旦感觉到神智快要消失 便是用力咬舌尖 血腥味在嘴中弥漫 很是有些疼痛 但他只觉得 这疼痛来得太浅 快点 再快点 他早已经从凶兽头顶上下来了 正朝着秘境中心奔跑 而他的身后 一大群凶兽穷追不舍 而在他前方 偶尔也有凶兽在阻拦他的道路 远处听到动静的凶兽 也是发了风一般的 朝着这里跑来 凶兽越举越多 阮斯伯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 身上布满了血痕 这些血痕 是那些疯狂的凶兽找伤的 为了尽快一点去秘境中心 他已然不顾一切 身上的伤不算什么 虽然看起来恐怖 但只是一点皮外伤而已 真正让他着急的是心 磨他越来越强 再这样下去 他神智必然会消失 只能先打败心磨 才能重新掌控身体 可现在连片刻都无法停留 又怎么会有时间 给他打败心磨呢 到秦明那里 只要到了秦明那里 哪怕这些凶兽再强 秦明也可以救他 这是陈家的阴谋 这绝对是陈家我阴谋 阮斯伯想了很多 传送出秘境的印符 不可能出现差错 除非是陈家故意为之 陈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位死去的舞者 给了他答案 当时他并没有想太多 现在却是突然间反应过来 那位死去的舞者 身上的精血 似乎并没有被凶兽所食 而是朝着秘境中心去了 秘境中心有什么 这里可是传承秘境 秘境中心 有着陈家最重要的东西 传承池 但是陈家的传承池 是只能够吸纳 陈家族人的血脉 绝对不能吸收 普通舞者的血脉 陈家要普通舞者的 精血做什么 陈思伯看过一些古籍 知道有些东西 必须要一些天才的精血 才有可能炼制而成 越是天才的舞者 身上的精血 也越是宝贵 他不想死 不想死了之后 精血还被陈家利用 我还没有突破到 圣兽境界 还没有达到 神兽境界 还没有完成我的梦想 我还不能死 陈思伯不想死 他为了修炼 吃了太多的苦头 别的舞者在休息的时候 他在修炼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750章 到了 别的舞者在享受的时候 他还是在修炼 他冒了其他舞者 没有冒过的险 吃了其他舞者 没有吃过的苦 机关算尽 才有今天的成就 自从他舞蹈天赋 突破到妖孽级之后 无数的势力 向他递出橄榄枝 无数的普通舞者 比以前更加崇拜他 突破到妖孽级之后 名声远远超过了以前 他的舞蹈之路越走越顺 而且还碰到了秦明 他在还不了解秦明的舞蹈天赋情况下 已经和秦明有了些交情 若是在秦明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天赋之后 再想要和他套近乎 这很难很难 毕竟谁也不喜欢太过功力的人靠近 但是他第一次碰到秦明 在毫不清楚秦明的情报之前 就已经和他有了一些比较好的接触 这会让秦明少了很多戒心 也确实如此 在和秦明比试的时候 秦明还有意指点他的舞蹈 也因为秦明的指点 他舞蹈天赋才能突破 最终达到妖孽级 虽然刀碎了 但陈家答应给他铸造 虽然受了点伤 但是在陈家的丹药下 很快就痊愈了 那场舞蹈大会 可谓是收获满满 没有任何损失 这多亏了秦明 可惜他没有什么 能够报答秦明 不然拿出能够让秦明心动的东西 一定会让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加好 对于和人交朋友 冉思博很有自己的心得 眼看着已经和秦明交上了朋友 以后的舞蹈之路更好走 千万不能就这样死在秘境中了 而冉思博咬着牙 努力地向前跑 他现在的速度比最开始时慢了不少 但好在在接近秘境中心 远远的已经能够看到 那块巨大的牙石 心魔 冉思博咬着牙 恨透了心魔 也恨透了陈家 他现在视线有些模糊 神志也是越来越不清醒 猛然间 一个凶兽朝着他扑来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为时过晚 啊 冉思博痛苦地惨叫 一只手臂已经被凶兽叼走了 其他凶兽也是趁虚而入 畜生 冉思博大吼一声 另外一只手臂猛地抬起 一个横扫 顿时周围的凶兽都被扫飞 捂着断臂 冉思博感觉到钻心的疼痛 手臂断了一根 除非是神兽级丹药 否则不能痊愈 冉思博非常心疼自己的手臂 但是在心疼自己的手臂 他也得忍着 虽然恨这些凶兽 但冉思博没有停下来杀他们 哪怕是 刚刚他一个横扫 重伤了一些凶兽 只要再上去补一击 就能取得他们的性命 他也没有顺便动手 而是目光坚定地看着那远方的牙石 一定要活着 冉思博心中有着一股意念 就是因为这股意念 所以才让他坚持到了现在 所谓望山刨死马 若是没有这些凶兽挡路 若是没有心魔的干扰 他用不了半可钟就能过去 可哪怕冉思博用尽了全力 整整花了半个时辰 才慢慢接近了牙石 他已经看到了牙石上的人影 好像有几位舞者 他们在对付从这里冲上去的凶兽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751章 冉思博之死 特别是那高大的身影 让冉思博心中充满了希望 那是秦明 只见秦明已经召唤出了自己的天地之金装备 对冲上去的凶兽发起了凌厉的攻击 没有任何一头凶兽能够踏入他的领域半步 除了秦明之外 还有陈璐梦 他随意地挥舞着匕首 每一头凶兽如同故意用自己要害撞到他匕首上一般 一招致命 秦 秦明 冉思博大喊 听到了声音 秦明朝着冉思博看去 见到冉思博凄惨的模样 心中一惊 冉思博浑身衣服都破碎了 鲜血淋漓 一条胳膊不翼而飞 最吓人的是 那一双眼睛已经没有了眼黑 全部成了血红色 还流着血泪 秦明知道 这是因为冉思博在尽力的抵抗心魔 他已经到极限了 秦明赶紧朝着冉思博冲过去 可就在这时 那五位陈家舞者早一步就朝着冉思博冲去了 就在他以为 陈家那五位舞者会救冉思博时 只见五人同时拔出兵刃 对着冉思博发起了攻击 住手 秦明大喝 同时加速地朝着冉思博冲去 四人挡在了秦明面前 他们配合非常默契 拦住了秦明所有的去路 秦明没有犹豫 当场出手攻击 平 四人联手之下 挡住了他的攻击 正在这时 陈家五人中 其中一人手起刀落 一刀砍在了冉思博脖子上 冉思博看着对自己攻来的刀 想要出手抵挡 可他现在受到心魔侵扰 行动比正常时慢了很多 比尔也没有想到 有陈家人在这里 并且对他果断出手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陈思博没有任何意外地被杀死 秦明见到陈思博已经死了 也没有了和这几人拼斗的想法 为什么要杀陈思博 秦明退后两步 紧紧地捏着拳头 这五位陈家人 都是天骄 而且实力非常不错 但是 单独任何一人 秦明都有把握 一拳就能解决他的性命 可五人联合在一起 哪怕他想要战胜 都得费很大的力气 而且 若是对方有什么底牌 他可能 还真的战胜不了 五人心意相通 一直生活在一起 战斗时 如同有一个共同的大脑 在指挥一般 端是可怕 和他们战斗 必须要打起 十二分精神来 他们五人相当于 有十只手 五把兵器 回来 见到五人 在和秦明对峙 沉露梦喝道 顿时五人同时回到了 沉露梦身后 和之前一样 静静地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如同不存在一般 但现在 秦明可不能当 他们不存在了 之前自以为他们 来密境内送死 可能天赋不错 但是战斗实力 应该不怎样 这可是陈家 要舍弃的人 肯定不会培养得太出色 战斗一场 他才明白 远远不是这样 五人的实力 非同一般 联合其他 可以说是同皆无敌 若不偷袭 正面和他们战斗 秦明没有把握 战胜他们 哪怕是手段进出 为什么要杀染四伯 秦明再次问道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四千七百五十二章 为什么 虽然五人很强 但秦明也丝毫不胆怯 他在向陈露梦 讨一个说法 他们注定要死 从进来 不 应该说 从进入陈家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陈露梦看着 冉四伯的尸体说道 陈家很早很早 自己就在布置计划了 他们不会让计划 出现任何差错 文言 秦明沉默了 他也知道 并不能怪陈露梦 虽然表面上 这五人听从陈露梦的吩咐 但实际上 他们听从的是陈家 连自己都愿意为陈家牺牲 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陈露梦 若是敢阻拦陈家的 血脉复兴计划 估计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 对陈露梦出手 只是这一次秘境 必须要把血脉 寄存在陈露梦身体内孕育 所以才以陈露梦为主 实际上陈露梦 秦明知道 若是陈露梦能够做主 他绝对不会让陈家 执行这个计划 只是很明显 陈露梦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配合 别看陈露梦是妖孽级强者 但他的武道实力 远远不能和圣兽境巅峰强者相比 而陈家又何止一位 圣兽境巅峰强者 身不由己 不但是陈露梦身不由己 自己现在也非常危险 秦明知道 若是陈家派遣圣兽境强者来 秘境杀他 或者直接就在秘境外面 等着他 出去之后 就是雷霆攻击 他如何能逃脱 只要等到秘境结束 他们就算杀了我 取了我的精血 也没有丝毫意义 秦明知道 他现在对陈家 非常有用 而一旦神兽疾 精血进入 陈露梦体内 开始孕育 那么就算再杀了他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开始孕育之后 神兽及精血 就不能吸收 天才舞者身上的 精血提升品质了 陈露梦 我已经感觉到 血脉在召唤 是时候动手了 五胞胎中的一位舞者 上前一步 看着秦明说道 听到此话 秦明满脸戒备 做好了战斗准备 冉思博注定要死 那么他呢 作为比冉思博 还要天才的舞者 他是不是 也注定要死 已经够了 陈露梦说道 天才血脉越多越好 现在应该能够达到 神兽境中期 若是杀了秦明 可能可以达到 神兽境后期 陈露梦你要知道 神兽境之后 想要提升血脉品质 难度非常之高 而现在 只需要杀了秦明就行 那舞者目光看向秦明 眼神中满是杀意 秦明这才注意到 他们眼神中 并没有像人一般的眼珠 就如同那些凶兽一般 目光中 没有任何人性 他们已经被陈家洗脑了 整个脑子里 都是为了陈家 这一刻 秦明突然间 连半点同情都没有 或许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 在他们被陈家培养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 他们只是 一个工具了 本来秦明觉得 为了神兽境血脉 浪费五位天赋 如此卓越的舞者 真的有些不值得 一旦 等他们成长起来 达到圣兽境巅峰 将能够同皆无敌 在陈家坐镇 虽然不似神兽境强者 但对于神兽境之下的舞者 也是非常有威慑力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753章 阻拦 但现在看来 他们舞胞胎虽然强大 但只是战斗的工具罢了 没有自己的意识 心智随着身体的驱动 他们五人的心境 连圣兽境都没有达到 更别谈舞蹈境界 突破到圣兽境界了 天骄是指比普通舞者 要强很多的天才 而这种天才 必须是没有短板 一般的天骄 在舞蹈境界 达到真龙境界的时候 心境早已经突破到了圣兽境 也只有普通舞者 才会担心心境不够 天骄在圣兽境之前 根本不需要考虑心境 这五人性格 从小故意被培养 五人心灵都连在了一起 每个人单独都不具备人格 这样的人 心境又怎么可能会强大呢 秦明虽然看不出 他们心境到了哪一步 但猜测 他们或许只是 堪堪达到真龙境 心境不过关 想要让他们的五道境界 突破到真龙境巅峰 看来陈家付出了不少 这样的人 不能称此为人 比一般的工具还不如 死了一点也不可惜 既然他们要朝自己动手 秦明虽然觉得 不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但依然做好了准备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凶兽 已经不再攻击他们 凶兽眼中的血腥已经消散 结束了吗 秦明明白 这场秘境的暴动已经结束 传承池内的神兽级精血 已经吸收了足够的天才精血 不过神兽级精血 毕竟是死物 他需要活人来献祭 现在应该 只是一个半成品 在这种情况下 还可以往里面添加 天才武者的血肉 秦明突然间明 白过来 陈路梦之前 故意把冉思伯赶走 或许是想要放冉思伯一条生路 陈路梦是完全知道陈家的计划 他们五胞胎 必然会在秘境中心 传承池附近进行仪式 而陈思伯待在秘境中心 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他觉得 不是这五胞胎的对手 而赶走他 若是陈思伯聪明 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若是侥幸能够躲避凶兽的嗅觉 不被他们找到 那么 以陈思伯的心境和武道天赋 应该是可以勉强扛过秘境暴动的 只是可惜 陈思伯并不知道所有的计划 也没有找一个非常隐蔽之所 不但如此 他还来了秘境中心 被这五人撞了个正怀 秦明的目光朝着陈思伯的尸体 看去 骨头已经融化成水 地上所有的血迹都是干干净净 就在刚才 陈思伯身上的血肉都化成了气态 朝着天空飞了出去 陈家真是狠 秦明紧紧地捏着拳头 他需要发现 目光看向那五胞胎 五胞胎眼中没有任何感情 眼神中没有杀意 但秦明知道 他们五人已经决定要杀他了 眼中之所以没有杀意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完整的人类感情 他们只是工具而已 那我就毁了你们的工具 秦明心中发狠 幽火无物不焚 他就不幸 用幽火焚烧 彻底炼成灰烬 陈家的计划 还能进行下去 陈家这个计划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 需要陈露梦郁郁精血 二是 需要这五人心甘情愿的献祭 本章完 单五双绝 第四千七百五十四章 一招 若是这五人心中有一点不甘 血脉都不可能孕育成功 这或许也是陈家 要把他们培养成 没有感情的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 若是把他们杀了 连血肉都焚烧殆尽 秦明就不相信 陈家能够再把他们复原 培养出这五人 陈家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 绝对不可能有备用的 只是想要击败他们 或许得拼命了 秦明已经做好变身的准备 一旦他变身 对五人动手 将没有回旋的余地 必然是杀死他们五人 而后直接用天眼 毁了秘境 看到秦明准备动手 五人缓缓上前 他们已经拔出了冰刃 组成了一个奇怪的阵法 我说已经够了 见到五人执意要动手 陈露梦声音渐渐冷了起来 他站到了秦明的面前 陈露梦挡在秦明面前 这是五人都没有想到的 平时陈露梦杀伐果断 一般都不会忤逆陈家的意思 怎么会不惜和他们动手 也要阻止他们 陈露梦 秦明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他身上没有陈家的血脉 你为了一个外人 要和我们作对吗 一人站了出来 对着陈露梦说道 五胞胎心意相通 想法也是一模一样 和你们作对 你们也配 陈露梦脸上带着笔遗 要想杀秦明 那就先打败我 打败我后 我绝对不会插手 你们和秦明的事情 虽然五人和陈露梦早就认识 但从来没有动手过 五人护 相看了一眼 对着陈露梦拱手道 那就得罪了 陈露梦拔出腰间的两把匕首 抢先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平平 只是一个交手 陈露梦就刺伤了一人 其他几人的攻击 差之毫厘地被他躲开 有些躲不开的攻击 都是用匕首挡住了 天选道 哪怕是五人心意合一 摆出了强大的阵型 也是战斗的瞬间 便被压制 陈露梦不慌不忙地退后 几人的攻击 都和他擦肩而过 没有伤到他分毫 还要继续吗 陈露梦玩着手中的匕首 淡淡地看着五人在动手 可就要死人了 五人互相看了看 又看向秦明 虽然脸上很不甘心 但只能无奈地收起兵刃 好强 秦明看到陈露梦只是一出手 就取得了胜利 心中骇然 陈露梦的天选道 应该是又有进步了 比起在五道大会时 更加强大 再多人一起出手 对陈露梦攻击 天选道也能帮他摆脱 除非能够以同归于尽的方式 让他天选道没有发挥的余地 否则绝难取胜 秦明再一次见识到 天选道的强大 让他对付五胞胎 他想要取胜 不可能在技巧上压制他们 五人联合在一起 再高的战斗技巧 都不可能胜过他们 唯一战胜他们的办法 就是以绝对的力量 而后借助极致防御 先是杀死一人 秦明有把握 借助极致防御 而后使用蓄力攻击的方式 先是杀死一人 而后再开启变身 以最快的速度 出其不意 再杀死一人 本章完 单五双绝 第4755章 一门足矣 杀死两人之后 五胞胎就变成三胞胎了 实力会降低很多 而后再一一击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五人可谓是没有感情 哪怕杀死其中一人 秦明觉得 其他人应该也不会伤心 在决定和他们战斗的时候 秦明就想到了 解决他们的办法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 已经使出了权力 底牌尽出 而陈露梦想要战胜他们 远远不需要像他这样麻烦 五人任何一人的实力 都是远远不及陈露梦 五人虽然配合亲密无间 可谓就如同一人一般 但是对陈露梦而言 他能够预测他们的攻击 可以一一躲开 或者挡住 各个击破 比他容易得多 天选道不怕群攻 不 天选道也怕群攻 之前和陈露梦在擂台上战斗 最后之所以陈露梦会状态不对 或许是因为天选道 有我不知道的限制 天选道如此强大 可能除了需要 武者体内的道之外 还需要消耗大量精神力 若是无数武者群攻 陈露梦不可能一直开启天选道 特别是那种在战斗中 只是和他纠缠 故意让他连续使用天选道 更是可以把他拖死 也只有那些凶兽 才会不顾一切 没有任何脑子的往前冲 或许对付凶兽 陈露梦根本不需要使用天选道 他杀戮了无数凶兽 对他们的攻击方式已经非常了解 大致的判断就应该能够一击毙命 秦明心中猜测 在刚刚秘境狂暴 无数凶兽发疯的对他 门发起冲击时 他杀死了无数凶兽 渐渐的 他从最开始杀一头凶兽 都要浪费一些体力 到后面两三击就能毙命一头 以他的武道战斗经验 熟悉凶兽之后 要战胜他们真的并不难 陈露梦很强大 但好在现在看来 他是有非敌 有的时候要明白 一个人心里怎么想得很难 而且人也会改变 只要知道他现在的态度就行 陈露梦帮助他挡住五人 秦明也不用豁出去一战了 若是豁出去一战 能够把陈家覆灭 还有些值得 但是豁出去 了不起把秘境废了 以陈家现在的能力 也能再重建一个秘境 当然 重建的秘境 肯定远远不如现在这个 但是陈家也不会因此 而彻底覆灭 陈家的强者还活着 你们去死吧 陈露梦淡淡地看着五人说道 是 五人恭敬地向陈露梦拱手 跟在陈露梦身后 朝着前方行去 秦明也是毫不畏惧地 走在陈露梦旁边 跟着他们向前 哪怕和那陈家五胞胎 只是隔了两间的距离 他也毫不担心对方偷袭 秦明 你为什么没有领悟神兽及道元祭 陈露梦疑惑地问道 在秦明激活那颗特制的神兽及精械时 只要精神力融入其中 是必然能够成功的 其实陈家之前所言的 只有五成 可能是说谎了 只要精神力足够 融入其中 实诚实地可以领悟神兽及道元祭 我觉得 一门道元祭就足够了 秦明笑着说道 本章完 单五双绝 第四千七百五十六章 传承池 其实是他心里不愿意 融入那股精神力 哪怕明知道就算融入 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会得到一门神兽及道元祭 但他还是不愿意 但这不好和陈露梦解释 于是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结果陈露梦认真地点头你的道元祭 已经够多了 特别是那一门可以用兵的道元祭 我感觉非常强大 不比水之大道五道 使用专门的水之大道差分毫 甚至更强 而且 我感觉这门道元祭还不是极限 非常的博大精神 学习多门道元祭 还不如把这门道元祭练到精神 陈露梦的话 让秦明吓了一跳 他差点以为陈露梦知道 他领悟了水之大道 又一想 他在使用连水 非常小心 再加上连水的品级极高 应该只有神兽敬强者 才有可能看出来 他使用的是大道 而这里是 绝对没有神兽敬强者观看 正说着 陈露梦停了下来 看着前方一块凸起的石头 说道 到了 陈露梦走上前 手中的匕首 在空中划了一个圈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枚印符 直接撕碎 顿时整个秘境都是微微一颤 地开始开裂 地动山摇 秦明都有些站立不稳 面前的景象十分骇人 如同整个天都要崩碎一般 每一次开启传承池 都会对传承池的能量 造成一些消耗 知道秦明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对面前的事情一点不懂 陈露梦解释到 传承池融入在秘境中 可以吸纳虚空中 得力量为己用 要养活这秘境中的无数凶兽 无数原职 光靠往秘境内投入资源是不够的 而吸纳无尽虚空的能量 才是这秘境最珍贵之处 难怪 没在秘境中心见到传承池 原来是需要特定的方法才能开启 秦明望向下方 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场景 他只是见到了一个清澈透明的小壶 这壶由一个透明的光幕笼罩着 光幕看起来虽然薄弱 但是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秦明猜测 保护着传承池的阵法 估计就算是百位圣兽镜巅巅峰强者 花费几天时间都不一定能够攻破 这就是那颗神兽级惊血吗 秦明的目光被池水上的一颗血珠吸引 他全身血红 在微微地跳动 就那么静静悬浮在空中 哪怕是隔着阵法 秦明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其中让人心计的力量 不需要陈露梦回答 他已经能够感觉出来 这正是那神兽级精血无疑 看着面前的精血 哪怕是一向表情平淡的陈露梦 脸色也是露出了惊讶和敬畏 神兽镜 哪怕只是一滴精血 也是非同凡响 这就是神兽级精血 是陈家神兽静强者死亡之后 精血被吸纳在传承池中 而后再经过天才血液浇注而成的精血 陈露梦深吸一口气说道 而那五双胞胎五者 双眼已经是陷入了痴迷 他们看着那颗神兽级精血 跪倒在地 神情亢奋激动 一点也没有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死亡而恐惧 本章完 单五双绝 第4757章 静血 和他融为一体 这是我们的荣幸 五人中其中一人高声道 其他几人也是神情亢奋 他是一颗死血 没有任何灵气 需要陈家嫡系身上的精血和生命来激活 陈露梦的目光看向那滴血液 又看向身后的五胞胎 问到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 五人齐齐点头 都拔出腰间的大刀 满脸兴奋地握着刀 放在自己喉咙前 这是秦明第一次见到死亡都如此兴奋的人 那你们去死吧 陈露梦淡淡道 拜托了 其中一人深深地对陈露梦拘了一个躬 放心 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陈露梦语气很是平淡 没有任何的宣誓 但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舞者没有对陈露梦任何怀疑 他的目光看向秦明 眼中有些遗憾 仿佛没有杀了秦明 祭奠着鲜血 非常可惜 其他几人手握着刀柄 都有些想要对秦明发动攻击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在最前面那舞者拿着刀抹脖子之后 四人也是 没有任何犹豫 仿佛死亡才是一直想要的归宿一般 他们看着头顶上的那低神兽级金血 被锋利的刀刃 划开了柔软的脖梗 五人死亡 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秦明能够清晰地看到 血雾穿过透明的光幕 朝着空中的金血飞去 尝到了血的味道 头顶上的金血 跳动得更加快速 一股强大的力量出现 地上五人的尸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成雾气消散 全部被他吸收 五人 死了 就这样死了 虽然秦明之前 在他们想要对自己出手的时候 很厌恶他们 但看到他们的尸体 在自己面前消失 秦明突然觉得 他们很是有些可悲可怜 秦明抬头看向那颗神兽级金血 他跳动得越来越有力 他有了灵性 有了自己的生命 借助着五人的生命 他成就了自己 但他现在只是一滴金血而已 无法再继续成长 我要进去了 要和他融为一体 陈璐梦转过身 向秦明说道 等等 秦明顿了一下 他突然记起了些什么 总觉得非常重要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秦明努力地回想 他想起来了 在慕容女帝的预见中 清楚地记载着一句话 血脉既是神魂 既是一切 之前他不太懂 现在他看到五人生死 所有的一切都融入到了 那颗神兽级金血中 他突然间反应过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 血脉可以影响灵魂 或者说 血脉既是灵魂 陈璐梦用身体去孕育那颗金血 很可能把自己也赔进去了 完全地和那颗金血融合 也就是说 陈璐梦的心灵会被他控制 性格也会发生巨大转变 哪怕最后那金血脱离了他 但他已经不是他了 你用身体去孕育他 很可能会被他操控 彻底成为他的傀儡 秦明语气非常严肃地说到 神兽及金血绝对不简单 你只是一位真龙镜舞者 斗不过他 但只有在真龙镜的时候 才能和他融合 不是吗 陈璐梦笑着说道 本章完 丹舞双绝第4758章 成功了 他很高兴 秦明能够这么关心他 他真的很高兴 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在真心地关心他 真龙镜舞者 血脉没有和身体融合在一起 舞者只能发挥血脉的力量 但血脉的力量并不属于自身 只有舞者突破到圣兽镜 血脉才是真正的和舞者融合 那时候 身体素质将极大的增强 舞者哪怕借助血脉的力量变身 也没有了任何限制 所以只有真龙镜舞者 才能用身体孕育这颗神兽及金血 若他现在的舞蹈境界 达到圣兽境界 身上的血脉 已经彻底和身体融合 也就没有办法孕育他了 陈家给了你什么 你值得把自己的所有 都奉献给他 秦明看着陈璐梦 认真地问道 听到秦明的话 陈璐梦张了张嘴 想要说 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面带着微笑 朝着那传承池飞了过去 那颗神兽及金血 在吸收了五人的金血之后 已经诞生了神智 感受到秦明和陈璐梦的存在之后 散发出一种渴求的情绪 他在渴求附在陈璐梦身上 想要和陈璐梦融为一体 他仿佛知道 自己不能独自存在于这天地间 知道自己只有借助陈璐梦 才有可能真正地成长起来 陈璐梦飞到了半空 那道透明的光幕 对他没有任何阻拦 他的身体直接穿了过去 那颗神兽及金血 早已急不可待 在陈璐梦飞进去的瞬间 就朝着他飞了过来 再碰到陈璐梦身体的瞬间 便融入了进去 陈璐梦浑身一震 闭上了眼 金 就这么静静地悬浮在上空 轰轰 天空中响起了惊雷 天空中无数的元气在沸腾 这是 陈璐梦在突破五道境界 他要突破到圣兽境了 秦璐心中一惊 陈璐梦的五道境界 早已经达到了真龙境极限 早就能够突破了 这一点他得清楚的 陈璐梦之前告诉他陈家的计划 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会在和神兽及金血融合的时候 五道境界突破 秦璐朝着天空中的陈璐梦看去 却见到陈璐梦仿佛已经睡着了一般 这些应该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现在的他已经无法陷入了昏迷 已经无法掌控自身了 秦璐心中有些惆怅 对陈璐梦 秦璐很是复杂 他有些看不懂陈璐梦 救他 可又该如何去救呢 而且他现在很好 根本就不需要救 只是不知道 他醒过来之后 还是不是他 正在秦璐担忧地看着陈璐梦时 秘境之外 陈家府邸的地下 几位老者聚集在一起 他们正神情严肃地闭着眼睛 突然几位老者同时睁开了眼睛 他们眼中放着金光 脸上带着狂热的笑容成功了 计划成功了 我们陈家不久之后 就会出一个真正的绝世强者 成功了 其他几人也是站起身来 手舞足蹈 兴奋地不能自己 自从陈璐梦进入秘境之后 他们就不再管陈家的任何事情 聚集在这里 一直等待着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4759章 一群人的算计 多少年了 自从陈家的所有神兽 竟强者死亡之后 他们就在 商量着拯救陈家 当然 重新培养出神兽级的陈家精血 非常的困难 他们第一想法 是自己后辈中 可以出现一个血脉纯度 达到神兽级的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代又一代后辈出生 没有任何一位神兽级纯度 而且 血脉的浓度再降低 再这样下去 陈家后辈 别说出现神兽级强者了 可能嫡系的孩子 血脉都只能达到真龙境 一旦如此 那整个陈家就完了 陈家的血脉 要不了多久 就会从至尊世界消失 也因此 他们 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后代上 启动了绝密的制造神兽 及陈家血脉的计划 当初陈家的先祖 神兽竞强者 已经预感到了 陈家可能会出现危机 留下了制造神兽 及血脉的方案 也留下了自身的精血 和特制的钥匙 也因此 他们只需要按照 先祖的方法 一点点推进就行 先祖的方法 不但可以让陈家 重新辉煌起来 而且还可以重铸 陈家血脉 让陈家血脉更加强大 但这需要牺牲 陈家的天才武者 而且还需要 牺牲不少强大的天骄 甚至是妖孽 及武道天才 为了陈家 他们义无反顾 我感觉到了 陈家血脉在复苏 他犹如王者一般 血脉浓度 一定达到了神兽境中气 若是再加上后天的培养 未必就不能预育出 神兽境后期的血脉 一位留着八字胡的老者 摸着 自己的胡须 感应着血脉中的召唤说道 家族中若是没有了 神兽及纯度的血脉 而又重新出现 神兽及血脉时 所有圣兽境级别的 陈家武者 都会有感应 而且 他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血脉的纯度 达到了何种地步 照理来说 吸收了所有的天才 血脉等级应该达到 神兽境后期 再加上我们的后天培养 应该能达到 神兽境巅峰才对 一位老者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陈家又有了 神兽及血脉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 他还是有些不满意 他们真正的计划 是培养出一位 神兽境巅峰的强者出来 这样一来 陈家不但能够再创辉煌 而且还将更进一步 超越历史上 陈家最强大之时 而且越是强大 传承下来的血脉浓度 也越强 到时候 陈家可能就不止 一位神兽境强者了 他们陈家 将会成为神兽级的家族 无数的神兽境强者 除了至尊家族 以及一些特殊的家族外 最强大的存在 神兽境后期 就神兽境后期吧 能够成功 已经是侥幸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有太多太多的传承家族 重铸血脉失败 最终彻底没落 一位面容威严的老者 拍了拍桌子说道 重铸血脉非常难 有太多太多的家族失败了 甚至极少听到成功的家族 哪怕是一些比陈家强大的家族 也只能看着家族慢慢没落 他们在没有成功之前 心情也非常忐忑不安 直到确定成功 才是彻底放松下来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4760章 陈虚 人都是贪心的 在没有成功之前 他们一直念叨着 只要成功就好 哪怕只是神兽境初期的血脉 都已经足够了 只要能够让陈家 恢复到巅峰时期 他们就满足了 但在知道成功之后 他们又开始贪心不足 想要更加强大的 神兽级血脉 成功了吗 一位白衣少年 从侧门走了进来 满脸稀奇地 看着几位老者问道 他一直在外面修炼 听到他们的笑容 连忙跑过来 薛儿 过来爷爷这里 面容威严的那位老者 在见到这位年轻人之后 顿时笑容和蔼 被称之为薛儿的少年 给几位老者恭敬地 行了一个礼 而后走到他旁边坐下 成功了 等到少年坐下之后 老者笑呵呵地 端起桌上的茶水 喝了一口说道 不但成功了 而且血脉等级达到了 神兽境中期 真的 少年双眼发亮 那最终孕育 可能能够达到 神兽境后期 神兽境后期 那可是了不起的存在 少年双目陷入了幻想 期待着成为 神兽境后期强者 呼风唤雨 几位老者 看着少年高兴的模样 也是满脸笑容 若是神兽境后期 血脉就好了 这样经过培养之后 就能达到神兽境巅峰 到时候 我一定能够引领陈家 成为至尊世界 最强大的家族之一 少年有些贪心不足地说道 哈哈 几位老者笑了笑 看着面前的这位少年 都非常的满意 而外人只知道 他们陈家陈露梦 是妖孽及五道天才 但却不知道 除了陈露梦之外 还有一位妖孽及天才 陈虚 陈虚是 真正的陈家子弟 他的血脉浓度 奇迹般地达到了 圣兽境极限 差一点就能达到 神兽级了 其他和陈虚同辈的 陈家子孙 血脉纯度惨不忍睹 甚至好几个 都只是 堪堪达到圣兽级 陈虚的血脉 能达到如此程度 真是一个奇迹 但有些可惜 若是陈虚的血脉 能够直接达到神兽境 那该多好 不过现在好了 陈露梦育育血脉成功 等到陈露梦 突破到神兽境的时候 血脉被过渡出来 陈虚可以直接 借助着血脉 和陈露梦 一起普通到神兽境界 这样一来 陈家就有了 两位神兽境强者 特别是陈虚 他可以传承 神兽及陈家血脉 陈家未来可期 爷爷 你说陈露梦 会不会把血脉过渡给我 陈虚又有些患得患失 我和陈露梦见过 他似乎不是很喜欢我 有些看不起我 而且 他似乎有些厌恶陈家 若是成功突破到神兽境之后 不但不效忠陈家 反而攻击陈家 该如何是好 他的血脉浓度虽然不错 但没有达到神兽级 就是没有达到神兽级 若是不能得到 陈露梦过度的血脉 那他这辈子 都别想突破到神兽境界 更别说达到神兽境后期了 没有得到他总是不放心 特别是陈露梦 很明显地表示 出了对陈家的厌恶 只是除了陈露梦之外 没有人能够孕育神兽级血脉 本章完 文 founder 跟词字幕后Good 又别泣持 本的词字幕后 一开始 зап 分析 有点不愁 尤其不知道 词字幕后 文聪赚 冒 词字幕后